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失眠等症状 二 自我维护 在轮班的情况下 还是要维持均衡饮食 适度的运动和足够的睡眠 三 自我修复 接纳情绪肯定自己 常做深呼吸 放松身体 做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 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互相依靠 给予最及时的鼓励 一起对抗疫情 谢谢第一线医护人员 也请大家给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股市之报 那我想今天这个行情呢 这个非常的热络 那当然越到封关 这个行情当然是越好 那这个行情我陈老师已经跟大家谈到过了 这个大多头来的时候 你有时候就是要怎么样失去理智 你说实在 你如果挡回来你不敢买 那就没办法 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你现在你又看什么山 又看什么基本面 我认为呢就太慢了 太慢了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像今年来讲 这个尤其是电子 我已经跟你讲过 电子够了就够了 要做什么传散啊生计啊 应该是不需要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我陈老师我在电视上 来我们看一下这边啊 昨天昨天这个蝶嘛 蝶我就已经跟你讲过 台积电买一张 连电买一张 四星KY买一张 立机买一张 同志买一张 爱普买一张 创意买一张 精彩买一张 再加上十八凯美 十几 我昨天在电视上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真的不会买 我昨天已经在电视上 就直接跟你讲 该怎么买 然后会不会长 我不知道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对不对 昨天拉回来 我就跟你讲 我陈老师没跟你在身边 阿嬷甘甘甘 我有什么就讲什么 所以我昨天我在电视上 就跟你讲 台积拉回来 昨天拉回来 台积电买一张 连电买一张 你真的不会买 四星KY买一张 立机买一张 同志买一张 爱普买一张 创意买一张 精彩买一张 十八凯美 再买一张 对不对 今天有没有长 你就自己看就好了 今天有起来 没起来 我是不知道 你自己看 台积电 连电四星KY 立机同志 爱普创意 精彩 十八凯美 有没有长 你自己看 当然这个行情 我经常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说台湾 说真的得天独厚 得天独厚 所以以后台湾 我相信不只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甚至我认为台湾的这个 可能都会超过日本 都很难讲 台湾 亚洲最大 因为怎么样 因为这个就是 人有命 国家也是有命 国家也是有命 所以我陈老师 常常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很难讲的东西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台湾哪有一天 哪会变得那么强 你看看台湾的股票 几乎是世界第一名 台湾这今年的成长 当然小英就很高兴 我总共做得好 我个人认为是 这个政治归政治 我认为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经济 这就是 这就是他的中文 小英我也是认为 你说做得好 我觉得 政治就是这样子 谁来反正好 功劳就归过他 那你说美国川普 他就比较衰 他就比较衰 所以一样的道理 政治我认为跟 很多东西都是 全国人民的努力 美国我也是感觉 那是台湾 没法做 川普一定要认 所以政治人物 他当然会受到 这个国家的一些 命运的影响 当然他做了什么 我认为他政治人物 是没做什么 我自觉的没做 国家的命运就好了 大家政治人物就说 这是我做的 我是不这样认为 那个国家的政 一个国家像美国 这疫情那么严重 这个什么东西都那么严重 川普也就说 这不是我的责任 大家不会这样想 你说台湾 今年那么好 这几年那么好 我认为小英 你说他做什么 我也不觉得做什么 但是大家就 他就会觉得 这是我做的 所以我认为 政治归政治 反正都把功劳 揽在自己身上 都把过错 都推也别人 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 政治人物这没什么 只是说 这国家有国家的命运 经济有经济的命运 股票也有股票的命运 谁今天可以想到说 台湾 不要说真的 我讲的是真话 你看看今年的表现 不只是亚洲四小龙 甚至超越 超越日本都可能 台湾甚至都超越日本 所以你想想看台湾 你看看 这不得了 这不得了 在亚洲是 亚洲已经变第一名了 中国呢 你要说 中国是不是亚洲的第一名 我不觉得 你觉得吗 我认为 这个台湾真的变成 亚洲之首了 不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我认为台湾真的 快要变亚洲之首 我一点都不夸张 你光看台积电 不要讲别的了 你光看台积电 那真的是 对不对 你即使中国我相信 都没办法 日本更不用讲 韩国我相信也有限 对不对 也有限 所以我认为台湾真的是 天又台湾 天又台湾 疫情也这么 也没什么疫情 对不对 所以我常在说 台湾大家都在拜拜 所以这个 信基督教天主教的 就不相信我这一套 你看台湾的庙有多少 台湾大家都在拜拜 对不对 土地公 温主公 菩萨那么多 你不要说 陈老师 阮公为 怪力乱神 我是蛮信那个的 我就觉得台湾真的是 重 台湾 我常跟人家 台湾是神明住的地方 台湾是神明住的地方 这真的啊 我不会骗你啊 台湾是神明住的地方 所以你看看我昨天啦 我就跟大家 昨天拉回来 我就说你要台积电买一点 联电买一点 四星KY买一点 立基买 周天才讲的 常在讲的 同志买一点 对不对 这今天你说 你说今天我要 建议要讲什么 真的每一支都大涨 昨天我才讲的 我说昨天震荡拉回来 台积电买一点 联电买一点 四星KY立基 同志爱普 创意精彩 我说你要买那个 你要买国具 你就不如买凯美 对不对 你要买华星科 就不如买杰霸 我昨天有讲过 对不对 这都很强 所以你看看 今天你看这爱普 又创新高 爱普又创新高 历史新高 你看历史创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 这打回来可以买喔 还可以买喔 如果到250喔 到250还可以买喔 接下来看350 孙中山就讲嘛 革命 革命尚未成功 下一个目标 好不好 下一个目标 我昨天不是讲 打回来250吗 再看300 所以我昨天在电子上 我昨天在电子上 我讲得很清楚嘛 应该很清楚嘛 我讲说这些股票 你看今天台积电也买啊 联电也买啊 四星KY也买啊 日子也买啊 投资也买啊 爱普也买啊 创历也来创新高的嘛 创历也买啊 精彩也买啊 吃饭也买啊 开门也买 来 你跟我讲 今天这10支 哪一支没去 我早上跟你讲啊 昨天跟你讲的 早上跟你讲 这10支哪一支没去 台积电也没去啊 是电电也没去啊 台积电也没去啊 是日子没去啊 是通资也没去 都去啊 精彩 这加帮开门 加帮开门 这个字比较不清楚 加帮 加帮 我再字写快一点 陈老师你写的字我都看不懂 你不要说我看不懂耶 我看我这个字哦 我这 我这个字我跟你讲是 王羲之体啊 王羲之才有办法写成我这种字 你有没有看过蓝亭序 蓝亭序你有没有看过 王羲之的蓝亭之前 不是周杰伦写的 蓝亭序不是周杰伦写的 是 现在你问他年轻人 你说蓝亭序你知道 知道啊 周杰伦写的 蓝亭序是王羲之写的 所以我陈老师这些理由都稍微看 比较吵啦 写的很丑 对不对 我自己把它叫做王羲之铠好不好 看一看 所以这个台积电呢 连电电也涨嘛 四星KY也涨 利基也涨 同志也涨 艾普也涨 创意也涨 吃饭也涨 开门也涨 这几期啊 还有精彩今天也涨 对不对 那你看看今天艾普 你看今天艾普 对不对 你不用讲了 快要600了 这要600啊 真的啊快要600了 所以怎么样 爱心满满 是不是爱心满满 是不是爱心满满 你看今天同志也拉起来了嘛 对 我慢慢看 我慢慢看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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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这些股票 反正陈泰民嘛 很多香港的朋友很喜欢买 我偷偷跟你讲啦 反正就听了 关芝林啊 刘嘉玲啊 什么林啊 对啊 都很爱买这个 陈泰民的开门 香港的朋友都很爱买 这可能有港汁在里面啊 因为这个很多陈泰民的朋友 因为他就国具嘛 国具好不好 开门 吃饭 这是华兴科的 吃饭 华兴科的 吃饭 好不好 你看这红朔也涨了 这讲好久了 这好像之前也讲了很久 红朔7到8亿 今天也创历史新高了 红朔也来了 有没有 红朔好不好 陈老师常跟你讲 股票市场里面 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到这些现象 为什么 因为今天不是说 有时候拉回来 我已经跟你讲过 我们人家 昨天震荡 还是说震荡 当然 我们人吃太饱了 吃太饱 要露晒一下 这没有什么 这好事 你今天吃饭 不露晒 就该事情了 所以昨天震荡 从哪里 像我们人在露晒 你知道露晒 我们吃太饱 不是露晒 露晒就好啊 代表你肠胃还很好 你如果不露晒 一会吃一会吃一会吃一会 那才会让人家 反好啊 真的啊 这股票一样 昨天震荡一下好事啊 怎么会不好事呢 有人看到震荡 那是什么 黑天鹅是不是要来了啊 这边啊 啊 外资那么多空丹啊 那些 一会说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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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很多讲基本面 技术面的讲不下去了 因为都太理性了嘛 那讲那一套永远都被甩掉 为什么 因为股票就是要失去理性嘛 你现在就问黄天慕 你说这会不会太高了 你怎么说 这完全都不在我们原来的学习的范围里面 这真的太高 什么叫太高 这就是怎么样 专业的迷思啊 五十七代五十八代的迷思啊 那八万五十八代一雷 那主持人每天 这会太高吗 那会太高吗 那会太高吗 一万公到一万都每天都在说太高 那会更争快 还更争快 那会更争快 这就要滑下去嘛 你知道吗 你这就是要嘴唇老师嘛 你会听多借多八代 哦 这边啊 八里哦 再八里哦 八里 矿塞到八十到九十到一百 还在涨啊 你看那天愈 所以股票我常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不要不让大家看技术面 基本面 那你框住了 框住了你就怎么样一路卖 太高了卖 ISI到80 90的卖 什么到80 就这样子就卖光光 一跌下来 这边高高掉下来 这又一直掉 所以我陈老师常跟他讲 就是说 因为我在这个市场上太久了 什么样的东西我都看过 所以很多人一直说 陈老师你都不太爱看基本面技术面 因为他就是没有屁用 你看技术面基本面 你会想到说股票能涨那么多吗 因为所有的技术面基本面 一定都会告诉你 叫做一个自然现象 什么叫自然现象 太高了就是 太怎么样了就怎么样 外资怎么样就怎么样 外资你看空单不那么多单 这是不是有警讯 警讯的屁 外资来外资来 他每天在那里 他会看败 他会看败 你现在要问黄帖幕 问说这里太高了 这边他也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他应该知道 小英氏 他不希望他会贴 我就跟他说16800 对吗 你去问问会太高了吗 那当然站在黄帖幕 他那种有财经背景 他当然就是看技术面 基本面是贵的 贵的高了一点 对吗 这都是台大的 都两个专业 都是专业 所以我就跟你讲念书 因为陈文倩念书 念书 我跟你讲念书 反而念笨 你一直去念东西 一直去学东西 一直从课本上学东西 你想看那些课本上的经济学博士 什么博士 陈文倩都这样的博士来 那些博士是怎么出来的 都是台大建宗北英女 那是怎么样都考100分 那书里面的东西都考100分 那有庇佣 因为书是谁写的 写书的人就是笨蛋了 你去念书 念了100分 考上建宗北英女台大 你不是 你怎么 所以你看看为什么这么多人 周杰伦撒一条歌 说实在才念到淡江中学 人可以贪那么多钱 歌卵下 他自由发挥 为什么自由发挥 因为没念书 萧敬诚为什么 他可以赚那么多 他自由发挥 以前张龙派 小学没讨厌啊 陈隆小学二年级而已 我讲真的 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成功 自由发挥 因为都没念书嘛 没念书就不会像建宗北英女台大 被那个书框住了 你考试考100分没有错啊 但是写书的人是谁 写书的人是谁 写书的人是白痴啊 你去念了100分的东西 怎么会变成 怎么会赚钱 因为陈文倩每天看字界 念那些数字 那数字谁写出来的 所以你每天在那边看 基本面技术面 基本面技术面 基本面技术面是谁写的 凯因斯写的 艾略特写的 对一看EPS是谁写的 凯因斯写的 念那些书 都考100分 都念建宗北英女台大 难道 就人生就这么简单 就几条线 就几个基本面 外面外面八台讲30年 都在讲基本面 都在讲技术面 人家的专家 穿的人模人样的 每个都是专家 专家都建宗北英女台大 马英九也是建宗北英女台大 阿扁也建宗北英女台大 国家人搞得好吗 你看郭台铭在怎么样 中国海专而已 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所以陈老师还你在写这个东西 你也不写个基本面 也不写个技术面 你写的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爱心满满 一天才能说台湾有姓名 我讲的东西啊 我讲外资也不爱听啊 投信的基金进入人也不爱听啊 我陈老师我没念书我一定会为美国念要做事 陈老师你书念那么高你怎么还这么的迷信 我就因为书念的高所以我知道他没用 我是因为了解他而我离开他 你不要说书念多了你因为了你因为念了他你去相信他 我们是念书是要怎么样 陈老师你找到你怎么说这个有没有 我就跟你说啊我因为念了他我去了解他 所以我知道他不行 所以我离开他了 那你很多的老师今天念了他了解他 结果去相信他还把他拿来 来骗人 EBS 高就会长哦 限高的限多的限到了极端的就会吗 我觉得不一定吧 就说陈老师啊你这样怎样整理会去 那怎么会不会去 那怎么会不会去 去到多了怎么会不会去 对不对 怎么会不会长呢 这样陈老师你写这什么啦 人家都在写基本面 你写这个什么革命三位成功 通知人虚努力你写这什么东西啊 这样怎么会不会去 这老师你写这样子 没有个基本面也没有线 什么这样就会长了 这样会去 我就说啊这哪有什么 陈泰明的朋友啊刘嘉玲 关芝林这边林对吧 都是香港的朋友啊 香港的朋友一个爱买 国具就是爱买什么 就是爱买什么文化院 那不就是爱买什么 要开买嘛 你股票没钱对吧 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对不对 香港的朋友都来啊 什么向泰对不对 什么都来啊 都是陈泰明的朋友啊 陈老师你会讲泰明的 股票没人买会涨 所以为什么跟你讲要开妹 要开妹 那华星科交加的华星科 那今年怎么华星科不一定啊 18他就吃下去 他就吃下去 他就吃下去 台积电谁买的 台积电谁在买的 我问你台积电谁在买 连电谁在买 这是摆明了嘛 那你不买 你管他连电是不是外资 看到600 700 800 900 现在我跟他 喊1000台积电都有了嘛 股票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什么基本面啊 太夸张了 那股票涨到已经没有基本面了 那股票本来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一个赌场 他有什么叫基本面的 你要应用用基本面技术面 把它框住 那现在就像脱江的野马了 现在变成蚂蚁搬向了 那外资卖的又回来买 买的又回来卖 卖的又回来买 为什么这叫做蚂蚁搬向 因为所有的全世界的热钱 全部进来台湾了 散户的热钱也全部进来台湾了 陈泰明来香港的朋友 也全部进来台湾 现在香港也没办法啦 全世界也没办法 很多香港想要去美国 加拿大也没办法去啦 全部全部都押来台湾了 那你怎么开煤会没长 对吧 都是陈泰明的朋友啊 这个很简单的东西 你在想的技术边基本面 吃饭 他吃下去 他吃饭 不买啊 这昨天跟你讲的那些 你看台积电谁在买 台积电谁在买 联电谁在买 4000KY谁在买 这板上钉钉的东西 你看不出来 那你要买什么 我不知道你要买什么 你一直来面自己想 一直想 我跟你讲 你最近要很注意 这被动元件啊 这国具啊 这个华星科 开门吃饭 我不会变你啦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只股票 我们参考就好好不好 会不会大涨我不知道 你看看下来的股票像不像哦 我这称他叫元夜小天王 很重要 很厉害 注意就对了 你来看一下这边 我给你写这样子 我一定会给你印证 我一定会给你印证了 以后如果少一个 少一个圈圈 少一个圈圈 只会多不会少 你知道 只会多不会少 现在台湾的股市是不是 好像雷霆万军一样的 雷霆万军之事 那陈老师的 我们的陈老师的这个节目 就叫股市之宝 做参考啦 当个参考好不好 被动元件二线 那我们不要超过开门 来拉近一点 我们不要超过开门 我们不用超过开门 陈老师我开门还想再买 我吃饭还想再买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 我告诉你绝对是有 绝对是有名堂 你注意就对了 各位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的东西 绝对是在底部 现在才二三十块 你才开门二三十块 去到现在一百 一百二三十块 去到现在也要一百 也要一百 这支被动元件 现在也只有二三十块 我们不要到开门那么强 我们这样就够了 来拉近一点 我们这样就够了 今天把电话打到爆 我陈老师就给他几个字 元月小天王 那你就记住 现在的台湾股市 就像雷霆万军一样 然后再记住几个字 陈老师的股市之宝 今天这份资料 把电话打到爆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明镜需要做备取消失 那不是赞 转发 打赏 明镜需要做备取消失 旺到底 惊喜专线 02 8511 3366 02 8511 3366 顶页投顾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投资的制胜关键 买进未来的机会 再听人生高峰 请直播02 8511 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各位投资朋友 正常说的 正常说的 各位啊 你慢慢看 你慢慢看啊 各位投资朋友 一定要好好把握 下一波的重点 跟电子股 这一波的行情 你现在不敢买 那你太傻了 好好把握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